巴萨的果角由于刚刚踢完国王杯 所以没有进入集训阵容 帮助切尔西赢得欧冠的马塔和托雷斯也不在阵中 与塞尔维亚一战 波斯克让索尔达多和内格雷多连妹封线 但两人表现都很平庸 倒是塞尔维亚的反击打得有声有色 第63分钟 莱吉奇接克拉罗夫长船推射破门 不过裁判示意 此球越位在先 上半场两队战成0比0 下半场开始后 西班牙队更换了多名队员 其中马进边峰阿德里安的登场 给斗牛士带来了活力 第64分钟 纳瓦斯右路送出船中 阿德里安门前抢点破门 1比0 赛后西班牙媒体纷纷表示 阿德里安将获得博斯克分发的欧洲杯门票 随后他又为西班牙队赢得一力点球 卡索拉一蹴而就 帮助西班牙2比0锁定胜局 在比利亚殷伤无法参加欧洲杯的情况下 博斯克需要寻找有保证的替代者 阿德里安的风格显然对西班牙队十分